欢迎来到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系统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大家好,我是北安国中的李怡珍老师 内容大纲有哪些呢? 第一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还有大战的爆发 大战的经过 以及一战对于世界的影响 右边这张图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有没有看到车上有两个人呢? 这就是奥匈帝国的王淑夫妇被暗杀 在1914年的6月28号 一位19岁的塞尔维亚青年 刺杀了奥匈帝国的王位继承人跟他的太太 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激进分子 组织了反奥的秘密团体 谋划了刺杀奥匈皇储斐迪南大公 斐迪南大公 他原本是支持奥地利帝国重组 组成所谓的三元帝国 取代原本的奥匈双元帝国 如果照这个计划来说的话 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族群就会接受奥匈帝国的统治 换句话说奥匈帝国的势力会扩充到巴尔干半岛 会阻挠了斯拉夫人的独立 所以这次的暗杀就被视为是对奥国的攻击 所以引发了欧陆各国的紧张 第一次大战爆发的经过 奥国获得了德国支持后 就向塞尔维亚提出了最后通牒 那基本上奥国如果不满塞尔维亚政府的答复 就要进行所谓的军事动员 发布军事动员令 并在7月28号宣战 那塞尔维亚怎么办呢 奥国可是个大国 塞尔维亚是个小国 所以塞尔维亚只好向他的老大哥 也就是俄国求援 所以俄国也在7月30号要准备动员 那德国呢 德国跟奥国是有军事同盟关系了 所以他必须阻止俄国的势力 进入到巴尔干半岛 所以呢 德国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 叫他停止备战 俄国拒绝了 所以呢 最后的下场是如何呢 德国将来会对俄国宣战 而法国呢 也在8月3号宣战 而英国呢 认为德国破坏了比利时中立条约 所以他也在8月4号宣战 右手边的俄国 法国跟英国同盟 那经过如何呢 初期的时候本来以为 哎呀 几星期战争就结束了啦 士兵可能可以在圣诞节前就可以回来了 然后呢战争后呢就可以长期和平啦 所以这时候弥漫着民族主义的情绪 认为只有战争才可以报家卫国 只有少数人像那个爱德华 葛雷他认为欧洲的灯火将全数熄灭 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不会再看到他们再度点亮 那德国这时候为了避免东西两面作战 所以他认为啊要先击败法国 西边让他速战速决 开战后呢 他就迅速的占领了卢生堡跟比利时 然后禁逼巴林 但英军加入西线的战事就转为对峙胶着 德国没有办法获得绝对性的胜利 那一直延伸到战线一直延伸到所谓的英吉利海峡 然后大家都划壕沟成为了壕沟战 所以是长期抗战了 防线之间的无人地带就布满了所谓的铁丝网 来阻挡敌人 天哪本来以为几星期就打完了 最后打了四年之久 所以双方都损失惨重 那俄国部分呢 俄国的工业技术是这些国家当中相对比较差的 他们到最后沦落为三个人用一支枪 这要怎么打 所以1917年就连续爆发了两次革命 二月革命推翻了撒谎 十月革命呢 列宁建立了所谓的共产政权 因为列宁的口号就是和平土地面包 我们共产党掌权之后就会退出一战 那让人人呢有面包吃 那右边就是列宁的照片 所以呢协约国在东线的作战就完全瓦解 那德国只要专心对付什么线就好了 西线 那美国的状况如何呢 其实英国法国都跟美国借钱 那美国人也趁机一直买两国发行的高额债券 抢要发战争财 所以其实呢美国已经间接了介入了欧洲的战争 英国海军曾经拦截德国发给墨西哥公使的密电 就是右边这张图叫奇莫尔曼电报 这电报发现德国呢 那个希望劝说墨西哥呢反美 德国这样的作为会让美国人非常的反感 那德国为了赶快结束战争 因为其实他东线已经不用打了 俄国已经退出战场了 他只要专心在西线 他希望赶快结束战争 所以他就实施了一个政策叫无限制潜艇政策 这个潜艇就是潜水艇 就抱歉 他误及了美国商船 造成美国人的上升 左边这张报纸呢 就是报导了这样的一个新闻 那所以呢 俄国又在二月革命后建立了民主政权 降低了美国对协约国的仇恨跟疑虑 所以美国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 也就是德国说死墨西哥返美 让他很不开心 然后再来呢 德国又集成了美国的船 所以呢 美国决意参战 所以美国就在1917年的4月6号对德宣战 哦美国在前面的四年 他可是大赚战争财 所以他有丰沛的人力物力投入战场 发挥了绝对性的影响 德国西线战败 俄国苏维埃政权退出战场 澳国呢 境内不同的民族纷纷争取独立无力作战 本来澳国里面有奥地利匈牙利跟捷克 那这些民族纷纷争取独立啊 那所以他们都撑不住了 所以同盟国陆续投降宣告瓦解 那教宗认为呢 不可以进行领土的兼并 应该让民族自觉 所以接受停战 那美国呢 他是拒绝跟德国的皇帝和谈 所以德国的威廉二世 在1918年11月9号宣布他退位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 那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生命跟财产是极大的损失 请看右边的圆柄图 两边其实在所谓的军民 就是军人跟一般的老百姓都有庞大的牺牲 因为战争长达四年 所以有一千万人死于战场 受伤者是死亡者的三倍 然后呢战后又有流行性感冒 夺走了两千万人的生命 所以战争的花费总金额是高达 三千三百亿美元 那一战期间是全国总动员 看到右边那个有没有 美国征兵海报 I want you 对不对 希望你来当兵 那舆论跟新闻是新的作战工具 所以战争促进了社会的冰等 因为伤亡人口是社会各阶层 然后增兵制普遍 然后物资缺乏 然后重视简朴一致 重视实用的风格 那妇女呢 反而开创了新地位 因为战争期间人力不足 所以妇女补充了这个人力 那甚至战后走入了政坛 那全国的工会也提升了 所以工人有更多的经济生产决策权 然后呢 那个战争结束后 各国经济困难 有大量的一个退役的军人 跟失业的工人 所以战后可能会有一种 社会动荡不安 最后我们做个总结 塞尔维亚青年 刺杀奥匈帝国王储 是战争的导火线 那战争是因为巴尔干问题而爆发 然后呢 他为什么会扩大 是因为协约国跟同盟国 他们这种加盟的对抗 造成很多国家的加入 所以造成那个参与的国家很多 那1917年 俄国因为工业技术不良 所以他发生了两次革命退出战争 东线瓦解 那但是同年美国参战 所以关键的改变了战争的结果 造成了所谓的协约跟同盟 最后是协约国战胜 协约国在德国跟协约国 达成了停战协议 然后结束了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但是这一次的战争真的影响非常的大 战争当中的发明产生了很多新武器 像潜水艇、飞机、毒气跟坦克 改变了人类战争的形态 造成惨重的军民死伤 但战争也带来经济跟社会的变化 各个阶层的人民地位更平等 然后也造成了妇女跟劳工地位的一个上升 但不过战后的经济萧条 跟军人回到了家乡的失业问题 将来会变成战后 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因素 一人考虑就会变成战后 在 campe诺方不安的一个因素 190年纪人的复杂 那么再次负面 放下来 加日本那将来